大家好,这里是三期电影 今天要讲一部由郭富城主演 讲述华人渔民奋斗史的励志电影《浮城打横》 阿全一出生就被穷苦的渔民人家收养 中英混血的面容让他与六个弟妹有所不同 因此也受到不少邻居的奚落和欺负 但杨母全娃将他视如己出 不但对他的身世坚口不严 还总是出面维护他 就这样长到21岁 一天,神父送来一面镜子 镜子上的字引起了阿全的强烈兴趣 过去的这些年他都在船上长大 从没有接触过书本 于是神父鼓励他进入学堂读书 阿全就和一群七八岁的孩子一起 开始读一年级 在学堂,阿全认识了年龄差不多的朋友阿超 也得知这里最有前世的 要属帝国东印度公司 如果能在这里谋得一官半职 以后就会平不清云 不久后的一天 阿全跟着父亲去给老板送货 由于年轻气盛出眼顶撞 被老板的手下暴打一顿 全娃看到后心疼不已 阿全跟父亲堵了很久的气 出海前父亲来找他和解 但还是不欢而散 父亲走前叮嘱阿全要照顾好全妈和弟妹 承担起做哥哥的责任 没有想到那竟是父亲最后的嘱托 一场台风让父亲葬身大海 留下全妈独身一人照顾弟妹 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于是阿全跟着全妈去找老板借船 想要继续出海捕鱼 但老板却告诉他 他根本不是父母亲生 阿全疑惑了多年的事就这样被揭穿 他一时之间还是难以接受 但全妈告诉他 只要是喝他的奶水长大 就是他的孩子 之后全妈又带着儿女四处借钱 得到的只有亲戚们的冷言冷语 无奈之下 他们将年幼的弟妹送进了孤儿院 小儿子送给了人家抚养 但全妈拒绝收钱 他不是卖孩子 只是向孩子们活下去 阿全告诉自己 总有一天他会找回自己的弟妹 之后阿全跟着阿超去应聘东印度公司 招聘岗位共有两类 实字的去写字楼当杂工 而不实字的则可以担任技术工作当学徒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学一门手艺是最好的选择 而阿全偏偏选了实字的岗位 之后他用了两年的时间 半工半读 念完了小学课程 全妈和青梅竹马的女友阿蒂 都非常支持他 看到阿全通过学习后 顺利适应了工作 全妈也萌生了 想要考取渔船执照的念头 只要考到执照 就可以继续租船打渔 于是他认真的实字读书 准备考试 但在第一次考试中 他是厂上唯一一个 没有贿赂考官的人 结果可想而知 不久后阿全通过努力工作 从擒杂工晋升为办公室助理 一天他来找上司反应问题 恰巧大老板过来检查 无意间发现阿全是个有见地 有胆识的年轻人 对他十分欣赏 也成为阿全人生中的贵人 让他在短短的时间 就成为公司中寥寥可数的 华人管理层 多年之后 阿全与阿蒂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在一个重要会议上 阿全认识了国外归来的 女强人飞安 飞安起初对这个 毫无背景的华人 根本不信任 但在听了阿全 颇有建树的想法之后 对他产生了好奇 之后又对他的工作能力 越来越欣赏 甚至产生了好感 逐渐开始追求阿全 阿全虽然坚守底线 但也发现自己多年来 在事业上拼搏而忽略了家庭 飞安告诉他 要对妻子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否则感情只会慢慢地消磨 另一方面 全华通过努力地学习和多次考试 终于考到了梦寐以求的渔船执照 虽然他早已过了 适合打鱼的年龄 但这对他来说 就是支撑生活的东西 而此后 他们也陆续找回了弟妹 一家人重新聚在一起 这个时候 时间接近香港回归的97年 由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华人得不到公正的待遇 阿全因为一张混血的面孔 经常拿着英国护照 却被要求走外国人通道 97年之后 阿全已经是香港公司的最高管理者 这是华人中绝无仅有的 但他还一直挂心的 就是自己的绅士 他来到自己被收养的地方打听 旧时的老板告诉他 他的生母是一个买菜女 因为被英国兵骗上船侮辱 才生下了他 而好心的全妈 用500块将他买下来收养 得知绅士的阿全 想要接船上的全妈回家住 但被全妈拒绝 他容易上天回报给他的 已经足够多 再多要就是贪心 不久后 全妈去世 阿全在葬礼上 将他对母亲的感激 一字一句读了出来 他是天下每一位慈母的写照 他是一个值得子女 一生敬重的伟大母亲 母亲的经历让他明白 家才是一个人最可贵的 阿全在得知妻子将要失聪 但却不敢言语时 他为妻子买了最好的助听器 然后在他耳边 唱起年轻时的情歌 两人终于兵士前弦 相拥在一起 最后 阿全带着家人 将母亲的骨灰洒入海中 他相信母亲的船已经出发 回去大海 世上最美的日出 正在等着他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跨越了香港一个重要的时代 对准很特殊的一个渔民群体 从家庭的小环境 和社会大环境两个方面 来反映港人的生活 可以说既是一部故事片 又是一部历史剧 非常值得一看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